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猥琐大师 这个工具呢,前段时间的更新特别的频繁 然后就没急着给大家做 最近呢,好像看着稳定下来了 那么我们就来更新一下它的最新版 0.1.5 最近它更新的东西呢,我看了一下 表现这个0.1.4 添加了一些快捷键 其实感觉用途不是很大 然后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添加了一个图片压缩 围影 插入输入选项 可以这个处理低质量目标时 增加更多的真实感 然后其他的就是 这儿还有一个 像那个处理后的帧发生的虚拟相机 这个前段时间有人问了 这个功能的前段时间没有 这个0.1.5这个版本刚加上 可以直播 大部分情况是这个OBS 然后我们直接看工具 今天这个包 那么两个 一个是0.5的完整版 是1.6G 如果大家之前没有下载过的话 可以下载这个 如果你之前有其他的版本的话 那么可以直接下载这个0.1.5的生机包 生机包这个下载之后 把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过去就行了 然后我们还是 还是启动 所以我们待会给大家 那两个新功能在什么地方 然后做一个例子 然后就完事了 出一个这个窗口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取消 我们不需要上一次的设定 这个是使用界面 没有什么太多变化 主要就是加两个新功能 我们第一个呢 在这个画连这个标签里面 这边最下面 有一个不平压缩 把它给打开就行了 这个是要压缩的质量 大家自己调整一下 看一下效果就行了 然后另外一个的是 在这个 设置里面啊 设置里面这边有一个这个 将针发送到虚拟摄像机 把这个给点开 大部分情况来说用的都是这个OBS嘛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使用了 可以进行直播了之类的 这个是这样 其他都是些小问题啊 或者是修复bug了 优化性能了 这个咱们不去细缩了 直接来跑个例子 我们还是需要我们这个文件夹 好了这边都出来了 我们来选一个这个图片 或者视频都可以 选个图片吧 然后选找脸 先找到这张脸 然后呢 学我们要画 我们替换的脸 点那个画脸 然后呢 我们点开高清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画脸的一个效果 其他没什么太多可说的 这种工具呢 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练了 如果有不懂呢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大家拜拜